第一章基础篇 在这一章里我们会从最基本的下载和安装开始 用四节课的内容帮大家打好基础 这个是咱们这堂课的主要内容和时间戳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去听你想听的部分 你可以从两个网站去下载你的blender 一个是它全球唯一的官网blender.org 另外一个是中国社区后面加个cmblender.org 这两个网站都可以下载到最新的blender版本 我们这次就用最新的版本3.5来进行教学 但是如果你是用3.0以后的版本其实也是可以的 blender中国社区的下载链接就在它的首页 你直接点击它首页这边的blender3.5就可以了 它给你提供了几个国内的镜像 让你下载的更加快一点 它这边提供了清华和阿里云两个镜像地址 你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看一下你是用什么电脑 你是windows你就选择windows下面这个链接 如果你是苹果电脑你就选择这个macOS下面这个链接 我们还是从官网上下吧 官网上你就直接点击它这个downloadblender的这个链接 理论上它会直接在这里检测到 你用的是什么电脑什么系统 你点击这个蓝色的按钮就可以了 如果这边显示的不对的话 你可以到这个黑色的部分去选择你需要的这个版本 如果是用苹果电脑的同学 你注意一下这边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inture版本一个是apple silicon 就是你的芯片如果是m1m2的话 你就选择第二个 好我们直接点击这个蓝色的按钮 它就可以下载了 它会跳出来让你选择放在哪里 你就放在桌面就好了 把这个安装包保存 OK这个官网其实下载的也很快 blender其实不大 总共就200多兆 我觉得作为一个3D软件来讲的话 它其实写得非常好 OK下载完成之后 你双击这个安装包就可以了 好点击next 然后再点击接受 再点next 然后它默认安装一个盘 这个东西我就不改了 直接next install 你可能等个不到一分钟吧 你刚才就能安装好 我这个是加速了的 OK你点击这个finish就好了 这样就算安装完了 你就可以到你的桌面上去 它会给你建一个图标 你双击这个图标 就可以进入blender3.5了 这边特别说一下 就是同一台电脑 可以同时安装多个版本的blender 并且可以互不干扰 同时使用 比如说你看我这台电脑 我这个program files 这个blender foundation 我这边安装了五个版本的blender 当然你其实不需要安装那么多了 你就用最新版就可以了 我们双击这个图标 然后进入blender OK 它会跳出来一个让你选择语言的一个界面 然后你在这边选择简体中文 好 其他就默认就好了 保存新设置 好 这样的话 你就看到了它的这个初始界面 这个初始界面 你每次开机都会有的 然后你不要管它 你随便点击一个空白 它就没有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软件的界面的姿态小的话 你可以到这个编辑 编辑下面有一个偏好设置 然后你找到界面 这边有一个分辨率缩放 你可以把它调到稍微大一点 为了演示更加清楚 我就把它调到1.1 OK 这个软件安装的部分 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学习blender 我们需要一台什么样的电脑 blender的官网 给了一个最低的电脑的硬件的需求 比如说你需要有一个64G的 至少4位的一个CPU 一个8G的内存 一个至少2G显存的显卡 所以你的电脑 只要不要太老的话 基本上是可以满足你的学习需求的 如果你预算多的话 你就当然越贵越好了 以后我可能会单独出一期就来怎么去配一台生产力电脑 本套课程咱们的工程并不大 所以说你如果用的是笔记本的话 其实你跟着做是没什么问题的 咱们这套课不会用到手绘版 但是你必须得准备一个鼠标 OK 电脑的部分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开始正式学习 Cut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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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Tips